0.1深爱的人久别重逢是什么场景 他缓缓走来 尽管是资深演员也控制不住脸上的抽搐 他假装不在意 一转身确定住了脚步 欢喜悲伤不安复杂的感情瞬间酸了他鼻头 许久他终于鼓足勇气 往他走去 你好 很多天没看见你 面对镜头他们努力挤出笑容 保持对外的体面 他们是谁 男方叫艾薇 香港金牌配角 女方叫陈美玲 新世界酒店的选美冠军 相伴30年 他们历经风雨越过生死 却在拨开云雾彩虹乍线时走向决裂 消息一出无人相信 因离婚竟是艾薇提出的 昔日的旧妻英雄如今却抛下妻子 一走了之 更令人咋舌的是离婚的爆发点 竟是一件芝麻小的事 林二我从未见过 像陈美玲如此卑微的女人 她太想靠近艾薇 特意做她喜欢吃的菜 又接各种理由 想跟她互动 甚至用过去的爱称叫她微微 但艾薇却很是冷漠 即便有镜头在 她还是傍晚就跑 装都不装 吃完饭 大家围录夜谈 聊到离婚原因 艾薇双手交叉 只笑道 说来搞笑 我们离婚是因为麻将 陈美玲爱打麻将 严重时 会打到彻夜未归 艾薇用尽一切办法 也无法阻止 最终选择离婚 乍一听 道理在她那 然而 她的态度还是令我深厌 这个话题展开后 她便开始用批判者的姿态 审判陈美玲的每句解释 起初 陈美玲还能说上几句完整的话 后来 艾薇一再打断她 她欲言又止 悲伤难忍 不过几分钟 陈美玲已经被艾薇逼到哭 她努力忍着 但还是泪眼汪汪 然而 看到陈美玲哭 艾薇却更加冷漠 她还在质问 似乎想用尽全力 刺痛对方 让我心寒的是 这很可能不是特殊情况 而是他们18年婚姻的日常 但面对艾薇的攻击 陈美玲却云淡风轻 她虽然很失望 却还替她着想 甚至能笑着说 她对我很好 预告里 节目组让每对夫妻 给对方写一封信 陈美玲写的是表白信 她哭着求复合 然而 艾薇给出的回应 却是我仍然带着一点恨 她断了一切可能 冷漠到底 节目播出后 很多人骂艾薇 说她专制独裁 猜测她上节目只为泄恨 故意让陈美玲当众难堪 真是如此吗 可能 事实会颠覆你所想 03艾薇对陈美玲的爱 配得上世间最好的赞誉 一见钟情 长跑11年结婚 她说 爱上她是命 躲不过 她说 她满足了她对终身伴侣的一切幻想 婚后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面对媒体的追问 艾薇揽下全责 是我不想生 感恩丽丝如我所愿 直到2015年 不孕的真相 才逐渐被揭开 原来 陈美玲有家族遗传时 兄弟姐妹都患有不同的怪病 而她也长了一个巨型子宫瘤 最严重时 有时公分大 重达14磅 逼爆灵球还要重 或不担心 陈美玲确诊后 艾薇也丢了工作 但她还是扛下一切 拼命兼活 给陈美玲治病 陈美玲的病 恶化非常快 为了保住性命 她一年之内做了三次大手术 艾薇散尽百万家产 终于把她留住 谁知 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照顾病患非常磨人 首先 要严格遵守医生定下的生活规则 是要健康 早睡早起 为了监督陈美玲 艾薇简直成了牢叨的老妈子 平时忙 就会信息加电话督促 一有空 她还会亲自买菜下厨 但最好人的 是应对陈美玲的殷勤不定 患上重病后 人会变得特别脆弱 因为死亡就在眼前 加上 疾病带来的痛苦 是无法转移的 手术后 她虽然有了好转 却变得越来越敏感 艾薇不在家时 她会胡思乱想到哭 还会经常联想到死 夜里一次次哭着 说舍不得艾薇 为了让陈美玲安心 艾薇用了很多方法 是经常和她说话 睡觉也牵着她的手 还跟她承诺 不用担心 如果真的还要做手术 我的肝已经预留给你了 然而 无论艾薇怎么努力 陈美玲还是惶恐不已 为了转移注意力 她迷上了麻将 最初 只是偶尔打 艾薇觉得有消遣是好事 还接送陈美玲 后来情况愈演愈烈 陈美玲开始整天 静在麻将桌 夜不归宿 艾薇察觉不妥 试图阻止 甚至哭着劝她 别再这样了 你没回家 我整夜都无法入眠 可惜 效果甚微 2017年 艾薇第一次提了离婚 一只狗的出现 将她们的生活重新拉到一起 她们想再给对方一次机会 但好景不长 陈美玲还是离不开麻将 艾薇哭过 劝过 闹过 甚至离家出走 她们争吵 抱头痛哭 和好 继续争吵 关系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差 纠缠好几年 艾薇终于忍无可忍 下了最后通牒 你再打一次麻将 就代表我们离婚了 陈美玲当下答应了 但三个月后 她还是去打了麻将 回忆这段 艾薇至今仍无法接受 她眉头紧锁 拍打着大腿 绝望的咆哮 我还能做什么呀 我真的不知道啊 渐渐的 艾薇走向极端 她脑海中 有一个声音不停问 她为什么选了麻将不选我 最终 她得出结论 因为不爱 零四但陈美玲 真的不爱艾薇吗 不是的 2016年 她大病出狱 跟艾薇路过一个情人节专访 趁艾薇离开 她对着镜头表白 我想很难再在下一世 找到像你一样的老公 希望真的可以在下一世 重遇你 她不敢说今生 担心已时日无多 她太爱她 正因如此 她无法吐露痛苦 看见艾薇为她日渐消瘦 焦头烂额 倾家荡产 她却对自己的身体 无能为力 而亲人连接的离世 让她对死亡越发恐惧 她不再相信 自己还能恢复如初 于是她用麻将隔离世界 越焦虑 打得越猛 然而 她没想到 自己的情绪也牵动着艾薇 她越作茧自己 她也焦虑 她越老到 她压力就越大 越变本加厉 恶性循环 渐渐的 他们都走进了死胡同 节目上 艾薇反复提到一句话 离婚是为了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二人没有共识 艾薇认为 陈美玲没把她放心上 陈美玲却觉得 艾薇忽视她内心的恐惧 于是 他们选择离婚 分开生活 不是因为感情决裂 而是想尽最后一次努力 挽救这段关系 但离婚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吗 显然不是 05离婚后 艾薇看似潇洒 每次接受采访 她都表示 现在恢复单身 好像大家都舒服了 但那只是伪装 她接了很多工作 把自己的生活填满 因为独自在家时 她会难过到窒息 忍不住哭 而失去了艾薇 陈美玲更是痛苦不已 她久久无法离开原来的家 独自住了一个月 离开后 她每夜都在哭 在问自己 为何会与艾薇走到这地步 而上节目 是他们给对方的 最后一次机会 他们想重新在一起 但又不知如何解开 彼此的心结 答案究竟是什么 或许 只能等时间帮他们厘清 但无论未来如何 我相信 他们终将回到对方身边 因为 他们不曾离开 艾薇虽然把离婚挂嘴边 实际上 她呀跟梅跟陈美玲办离婚 分居后 她还是随叫随到 负担她的经济压力 为何不办离婚 她表示 如果我们当中谁有意外 另一个人可以帮对方料理身后事 但谁都知道 他们之间 陈美玲必然是更脆弱的一个 早在结婚时 艾薇就已经许诺 我希望你先走 那样我就可以帮你安排好所有事 很多人说 在这段关系里 艾薇是强势的一方 但我并不认可 因为她的专制里 诉说的是不安 她不幸下辈子 只希望亲近所有 珍惜与陈美玲还能相守的分秒 或许某一天她们再回首 能拨开执拗的云雾 放下对未知的恐惧 把眼光看回当下 大还在 婚姻还在 相爱的人也还在 有记得 2016年情人节专访 听完陈美玲的表白后 艾薇笑嘻嘻对着镜头回复 没有第二事 要好好珍惜这一事 是啊 生命已经那么短暂 别等到爱人离去 才用余生悔不当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